国保集团总裁朱国荣 惊爆气宝潜逃 周刊指出有执行人士透露 他疑似搭游艇到了菲律宾 游艇港其他船家员工都低调不愿多谈 但目击者指出8月间两度看到朱国荣 在游艇港内的一艘游艇上 带着新女友帮刚出生的儿子伴满月酒 这85尺长的豪华游艇 盛传是他的 在超跑圈内小有名气 经营超跑集团的老板周哲南 也有组车队时常到国外参加比赛 跟朱古荣是事业合作伙伴 据了解豪华游艇是周哲南等人 以300万美元进台币以亿元买下 目击者说在游艇上看到朱国荣 也看到周哲南全程陪同 由于朱古荣涉嫌炒股跟内线交易案 被判刑后也限制出境 天天得到派出所报道的他 9月7号却是最后一次现身 巧合的是隔天周哲南就出任 国保集团旗下松钢公司董事长 14号朱古荣开庭未到 法官令定21号再询问 要是再没到庭将发布通气 并没收5亿交保金 记者致电给周哲南公司 结稿前未取得回应 是否有帮助朱国荣逃亡 恐怕是日后检警调查的关键之一 三地区邻居馆王英雄 加可兰基隆台北综合报道